我们来看到 那卫福部在这里扮演是什么样的角色 既然食品安全的部分是挂在他身上 他就必须要管 虽然我们现在叫做食品卫生管理法 没有到安全的等级 但各界也不但呼吁应该设立的是 食品安全管理法 在这里呢 行则也进去 茶器的这个工学人也进去 才能够遏止厂商 但现在的修法也没看到这个影子 所以呢一旦出事就开始掉人 那么就开始喊没钱 每次都这样 我们刚刚带您看到是 这几年2011年的塑化剂 到今年初的毒淀粉 到现在的黑心油 政府在这里 其实都不是事先不知情 但没有发出任何的预警的讯息 然后第一时间都是商誉很重要 因为修文大部长说 不能够冤枉人家 那为什么人民吃下肚的事情呢 因为没有办法 直接证据证明 我吃了什么 导致我得了什么病 所以这边大家通通可以不认账 好奇怪的一个概念跟观念 所以我们要问到是 卫福部现在居心是什么 不太懂耶 他在既然为我们的这个 人民健康在把关 但我们不懂他居心何在 他在帮谁 他站在谁那边 重点是还有多少位包蛋 是不是要隔几个月之后 才会知道 这个有问题 那个也有问题了 不晓得 所以卫福部到底该怎么样整顿呢 我们很想知道 待会晚上 大家下班前会知道 到底什么人被惩处了 但是我们刚刚说 这个过什么的不重要 重点不在那 体质要大改变才重要 所以刚才我们前端也聊到说 现在成立一个叫做 食品安全稽查取缔联合小组 这个title门词很长 重点就是由这位 政务委员张翰正来领军 张翰正跟蔡玉玲来领军 所以刚才刘委员 您刚才有特别批评一下 他们又不懂 对 刘委员 那我们从那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 至少跳脱了这些管食品的 管农产品的人出来之后 他们会不会 相对他们干净一点 只能说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说 10月21号年天 新北市 新北市的林局长 是 谭卫生局局长 对 他就利用两天时间 就把那个进口跟出去的 对对对对 那副卫乡的董事长陈文兰了 在23号晚上11点了 就承认有24种的这个商品的 是有免质油 对 所以他不是完全外销的 那我请问 那在立法院同时 在立法院被执行的这个 农委会的那个 卫福部的人 对 市医院署的组长 请问你们 你们都说没有 全部外销 对 同样一个卫生棄查单位 为什么两种做法 那我只能说 这两位我认为不恰当的人 是 他们只有一个功能 让邱文达 让陈宝基这两位呢 无法在内神通外鬼 无法在官商勾结 但是我要很担心的 如果这两位是委员 刚才费委员从那个宪法的这个架构来讲 可是要用全责来看的话 真正负责的还是这两位 那这两位有长官 叫江一化 那江一化 没有时间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谁来执行 副院长 副院长 过去江一化当副院长的时候 他搞那个物价 也是他出头了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毛副院长 突然在 不管事了 而且我必须讲 你刚才讲的时候 查半年 我们现在 现在11月8号以后 我们的江一化 说不会再有假油了 你听到这两个字 你就会说 怎么会是假油呢 报告院长 你知不知道 棉子油吃的会怎么样 或者不吃的会怎么样 或者说棉分有或没有 你到底知不知道 台湾的棉子油 进口的棉子油 跟棉子棉子渣 到底里面有没有问题啊 到今天为止 我们只能说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标示不清楚 第二个是厂商诈欺 第三个是食品 卫生的安全问题 就是国民健康问题 请问我们的中华民众 伟大的政府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说 哪些油吃的有问题 或者说棉子油 到底有什么大问题 你都没讲呢 现在搞一些厂商也很惨啊 那更惨的是老百姓 什么都不买 所以有八成多的 八成四的民众 你标示在玩 我也不会 为什么 你标示的东西 就不是我需要的嘛 因为你作假 那我们要回头讲 2010年的这个 李敏雄他们所定的这个 这个调和油的 这个所谓的办法 请问 是不是这个时候 先把这个办法废掉 当时这个调和油支付 对 他的调和油相关法律 是由李敏雄先生弄出来的 那李敏雄先生 接受这个 副卫乡的赞助 而且李敏雄在 在这边有讲说 非常感谢 副卫乡的 这个对我的这个 这个支持 什么叫支持 他的钱嘛 那这些教授 就是拿这些钱 前一段时间 您记得吗 99条之一 那个那个所谓 会计法 要免除这个罪 就是免除这些人的罪 黑心 不是黑心油 黑心教授 但是我也必须讲 前面提到说 那个公文是乌龙 我不觉得是乌龙 99条之一 当时 立法院送出去的是 是有教职员 可是 行政院出来的时候 叫不见了 因为没有那个教制 所以大家都叫了 所以我觉得 不要 行政院 如果这次 这个卫福部有问题的话 行政院是不是把上次的问题 也都追一下 那马总统 你也追一下 你用了这个 江一话 还能够用吗 他手里面 包括你交办说要杀黄金瓶 他也没把他杀死啊 对不对 现在要杀这个 这个黑心油 你也弄不到神功啊 然后到底是不是要黑心 还只是一个标识 标识不清楚 刚才我想人均讲得清楚 是 请问马总统 你是不是该出来了 你该出来的时候 你不出来 今天去接飞机干什么 那个飞机也不是什么 多了不起飞机 那韩国人都不用的飞机 你还在 还表示台湾的军事 很强吗 所以我觉得 马英九是本末导致 不晓得该做什么 所以委员这方面的一个说明 那调和油 你是不是应该把比例给定清楚呢 所以刚刚我们不断说到 政府你在查油 在查什么 查什么 因为调和油根本没有比例 所以对被查到的厂商 除了就比对所谓的这个 饱和脂肪栓 到底这个里头有没有不服之外 你查到什么 同业绿素就查不出来耶 那该怎么办 待会回来